大家好,我是Marvin 相信大家都知道,这几天发生了一件大事 美国史上第二大的商业银行爆煲 SVB,直谷银行,星期五被监管当局全面接管 到星期日,再爆了一间,Signature Bank同样被接管 其实之前还有一间销银行,禁销三条S 最后,美国包括政府和联储局发表声明 会保障所有存户的存款 事件是否这样告一段落呢? 我们记得上一条影片说过 通胀高企下,联储局最快可能这个月要恢复加息50基点 特别是主席鲍威尔出席了听证会之后,更加加强了看法 但联储局最近好像被人左一巴右一巴 经历了SVB的倒闭事件之后 联储局到底有没有改变了想法呢? 现在还说纷纹 有行指联储局这个月就要停止加息 特别是市场对联储局的最终利率看法 在爆发这件事之前和之后是非常不同的 这条影片我们除了会讲一下 SVB到底发生了些什么事 最重要的问题就是 联储局到底会怎样应对 下个星期就是联储局的意识 究竟是继续加息稳通胀 还是让市场休息 同时我们也要了解一下 鲍威尔是一个什么人 什么背景的 英还是甲 SVB 直谷银行就是美国前20大银行 排名16 已经经营了40年 在2022年底 总资产值超过2100亿美元 是一间专门服务直谷初创公司的银行 是直谷当地 存款最多的银行之一 上星期三 直谷银行宣布售出 211亿总值的债券 问题就是在于 它卖出这些债券的同时 要虚择18亿 还要再集资多22亿 去应付客户的提款 这个消息一出 当然是客怕所有的存互 有Ventral Capitalist 就出来说话 马上就爆发擠提 客户就一日来提款420亿 银行没办法应付 最后到星期五就被FDIC全面接管 即是联邦存款保险公司 幸好在星期五发生 市场未来得及反应 就去到周末 给足时间政府和联储局 去想办法怎么解救 原本他们打算找个买家去接手一间银行 但找不到 最后政府 联储局 和FDIC 发出联合的声明 表示会保障所有存户的存款 一般FDIC提供的存款保证 只是高达25万美元 他们最头恨的是直谷银行 有高达90%的存款 都不包括保障之下 特别是里面牵涉很多企业 很多是初创企业 提不到款即是出不到粮 企业都会面对倒闭的风险 最终政府和联储局 就出来包底 不过他们就说只是包存户 就不包股东和债权人 因此 政府表示 这是不算bel out 其实政府和联储局 出来这样做都不出奇 因为银行 爆煲的传染性是非常之大 而且去到星期日 见到Signature Bank 都同样出事 他们必须要即时 补救这个问题 否则所有的regional bank 这些中小企的 银行 都会有被擠体的风险 为避免系统性风险 联储局 宣布了 Bank Term Funding Program 让所有银行可以以 指定的债券 即是国债或MBS 作抵押 换取现金作流动 有效是一年 相信就足够保障美国银行 体系下所有的存户的存款 简单来说 即是你手上有什么国债还没买 不够现金周转 可以来找我 我可以先放数给你 当然 虽然说是 保障这个存户 但也有道德风险 因为联储局开得这一例 会不会有机会 给一些银行 作为漏洞的利用 不怕 持有多一年这些债券 有联储帮手 顶着 反正债息跌 债价升 就可以赚 那为何会爆煲呢? 首先我们要看直屋银行 在过去这两三年 由于联储局大量放水 在低息环境下 资金泛滥 特别是鼓励了很多初创的 科技行业的发展 SVB就得到大量的存款 原本在疫情爆发前 他们的总资产值 只得700亿 在两至三年期间 就爆升到2000亿 但很可惜 银行将大部分的存款 就用来买国债 和MBS 即是Mortgage Backed Securities 高度集中在长债 而且 他还跟联储局 赌不加息 明知会进入加息周期 若无其事 没有去预算存户 需要提款 亦都没有去做任何利率的风险对冲 他的business model 基本上就是借入一些 低息 甚至是没有息的短债 再借出一些高息的长债 但是面对利率的急升 在他之前买入的这些国债 大幅贬值之外 他同时都面对着客户提款的压力 其实他的问题 早在一月份 公布的balance sheet 已经暴露了出来 当时看到他有价值910亿 Hell to maturity的证券 其实这些证券 如果mark to market的话 市值来说 只有760亿 账面是损失150亿 但是他原本是想着持有 这些债券到期 即使市价 暂时贬值 其实对他来说 应该没什么问题 只不过 远水难够近火 因为联储局大幅加息下 不单止令到债券的市值大跌 而且银行本身的存款都被吸走 两年来的 两年国债都五厘了 还存款在这里 这个资金缺口 我们可以看到 都反映了在他的 存款数目上 原本他就有800亿 non interest bearing deposit 不计息存款 问题在于 我们再看上一年 其实这个数字有1250亿 这个是不需要计息的存款 短短在一年期间 就大大减少了450亿 负责人终于意识到 资金方 没有利息的存款正在蒸发 我们看到他的interest bearing的存款 过去这一年也涨了接近300亿 但是也不够 而且这些要付息 加上他手上持有的旧债券 还在赚低息 暗时他的interest margin 都在缩水 分分钟还要扶数 迫着要卖部分的债券去套现 虚钱也要照卖 他应该是真是捱到 我们看到在国债的Yield 在三月头的时候 去到最高的时候 特别是鲍威尔出席的听证会 说会加快加息之后 他才是逼着买的 他是自己斩仓 兼要集资 当然是亏 更大的问题是 上一年12月份的时候 我们看到他的shareholder equity 权益净額 只是相等于160亿 但是当时他的证券 债面的损失 已经去到150亿 如果计算 有些可能收不回的资金 例如可能是goodwill 其他一些 难的数 如果要他当日清盘的话 他基本上是已经 亏得入肉 很明显 他就是不肯认输 其实就是博联署局加息见顶 减息之后 他就可以赢回之前输 如果不是 出了那么多强劲的数字 主席鲍威尔又出席听证会的话 他可能可以 等到迟些才爆 甚至是质败不多 可以捱到减息 他就是这样想的 不过算盘打错 2月份这个割债要 急升 全户提款提得更快 迫着涉本 都要买这个资产来 最后当然都是输 SVB的 Case 就是 比较抵死 可能他就习惯了 在长期低息环境下 做这些初创企业的生意 不懂辨通 和监管松懈 一般的银行 其实在 利率上升的时候 是有利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通常借出的 贷款是 Floating rate 而且都是比较短期的 即使加息 是可以将那个利息 Pass给客户 甚至有机会在加息的周期时 将interest margin 推升 是尽量去抹阔这个interest margin 是可以有利银行的 偏偏 SVB的asset 大部分都是Fixed Income 而且还要超过50%多 大部分银行在说的是20%多 SVB就持有特别多Fixed Income的asset 不可以将利率Pass给客户 加上还要是长期的 所以他就出事 爆发这件银行倒闭事件之后 我们看看两年期的债息是怎样 两年期的债息就连跌了几天 由5.1% 曾经一度跌穿4% 现在就在4.1%至4.2% 为什么呢 因为市场 现在就全面转向股美联储加息 就快见顶 甚至进一步就会减息 至于10年期债方面 同样是看到跌的 跌得没那么深 大概跌了五十至六十几点 至到3.6% SVB事件发烤了几天 现在美国官方就算是出来补了 暂时叫做避免了系统性风险 联储局到底还加不加息呢 这个才是问题 我们几乎已经忘记了鲍威尔 上星期才刚刚出席这个听证会 还被两位参议员 John Kennedy 和Elizabeth Wallen 执闻到口咬咬 John Kennedy就问他 是不是要失业率 上升到10% 才能够通胀 是不是因为政府 亂花钱 所以他们加息 都这么难抑制这个通胀 而Elizabeth Wallen就问他 根据你预计 今年的失业率 要上升到4.6% 即是会有200万人失业 你怎样面对这些家庭 怎样面对这些失业人失业 同时我们上个月 亦都出了很多这些强劲的数据 包括有飞龙 CPI 和PCE 去到这个月 飞龙虽然有50万 跌回来30万 但是还是超过预期的22万 而刚刚公布的这个CPI 虽然由6.4回落到6 但问题是 它核心的月增幅还有0.5 到底联储局 还会不会继续加息呢 既然说到鲍威尔 我们也趁机会了解一下鲍威尔的背景 因为他是联储局主席 最有代表性的 看看别人是怎样评价 我们想想这个人和他的班底 即是其他官员 会怎样应对这个通胀 近期的通胀 通胀高涨 当然很多人出来骂他 说他错判形势 特别是当他们说通胀只是暂时性 记得在年半前他们是这样说的 迟了加息 搞到上一年的通胀就飙升到几十年的高位 相信 要说到鲍威尔 最不妥的就是 当年的总统特朗普 特朗普当年是很后悔任命他 因为他做了主席之后 带领他搞利率正常化 和QT 搞到当时的股票市场表现得很差 特朗普就说他傻 搞坏经济 另一位不妥的就要说 Elizabeth Wallen 其实他们早有牙齿印 因为当年任命鲍威尔做主席的时候 在参议院的banking committee里面 二十多人里面 只有Elizabeth Wallen 一人投反对票 他觉得鲍威尔是亲华尔街的 是会搞放松 监管 最近这个SVB 爆煲的事件 恐怕都要赢了鲍威尔的数 虽然有人批评他 其实 他整体的评价 也不算太差 我们看看他的背景是怎样 鲍威尔是2012年加入联储局 2018年特朗普 任命主席 到了2022年 就到拜登 重新任命 其实他是政治和法律界毕业 曾经做过律师 银行家 和老布殊时代的 财政副部长 他和历代主席都很不同 因为历代的主席都是 Econ的PhD 而且除了主席之外 大部分的委员 都同样是经济专家 经济博士 他身边围绕这么多这些人 似乎是被比下去的 但是 这个缺点 其实正正是他的优点 他的同事眼泪 其实他是一个个性比较低调 不强出头的人 他比较重视这个团队合作 是一个无实的主席 他愿意与民主党共和党 合作的 议员而文明 他做了几年主席以来 其实最大的位积 就在疫情大流行的时期 坚决减息 大量放水救经济 Wallem Buffett 当时是说他 好像英雄一样 有Paul Walker 当年的风法 无实 坚定减息 比作是其他人都不知道做什么好 当时 而除了联储局大量放水之外 他亦都呼吁政府要推出一个 同等的财政政策 救民于火水 因为他知道 减息和宽松 帮不了草根阶层的人 会导致贫富懸殊 他呼吁政府要直接派钱去帮助基层人士 最后他赢得共和两党 共和两党的形同 鲍威尔到底是属于甲派还是英派呢 我们看到他刚刚上任初期 他有搞过QT 搞加息 在疫情时期又大幅减息 去救市 除了在2021年 误判了通胀情况 搞到通胀高企之外 我们看回他过往整体来说 他是比较会看数据的人 在同时之间 亦属于一个调和人 他是可以足够客观地反映 联署局 其他官员的整体态度 因此很多时候 我们看到他在 官员和英甲之间 他是属于一个比较中间位置 我们也要评论一下 他上个星期 出席听证会的时候 说过哪两句最重要的说话 首先第一 他表示 经济数据仍然很强劲 表明最终利率会比早前预期的更高 他们之前的点阵图 是指5.1 即是暗示有机会是高过5.1 第二点 如果所有经济的数据 是继续指向加快加息 速度有这样的需要 他们已经准备好会加快加息 余分当时是加25几点 再加快就是说50几点 当然 发生了SVB事件之后 现在叫做打乱了他们的阵脚 现在市场 暂时都未判断到 他们这个月 到底会加25几点 还是 不加息 还是 还会有机会加50几点 比较倾向是看加25几点 看Fatwatch 过去的一个几星期 都很丰富 路转 上星期 在听证会之后 第二天 即是3月霸图 我们在图中所见 看到当时 蓝色 即是最终利率的部分 是高度集中在5.5-5.75 同时也有一定的比重去到5.75 甚至是去到6厘 3月份 即是这个月 都有接近8成的比重 是会加50几点 发生了SVB倒闭事件之后 昨天 即是3月14号 我们看到这个Fatwatch 蓝色的部分 就缩回来左边 去到最高 只是4.75-5 即是说 这个月 会加上免基点 结束了 加大欢喜 6月份的时候 就会看开始减息了 减到年底 就会回到3.75-4厘 去到今天 3月15号 情况又有变 可能经历过昨晚的CPI数据之后 现在市场似乎好像意识到通胀都还在 似乎不应该那么快想减息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 现在最高利率是看5-5.25 而同样都是望6月份就会减息 年底就会去到4.25-4.5厘 我们在Fatwatch看到 其实市场现在对 下个星期联储局的意识 还是看不定什么方向 现在的问题是 通胀是否可以顺利回到2% 已经爆了几家银行 又足不足够证明 通胀已经受控 以及这个月 加免基点 还是不加呢 最重要是这个月 联储局还会公布 点阵图 到底联储局要给一个什么信息 因为它这次给的这个信息将会影响 几个月头的通胀 到底会像Fatwatch 现在的预期 6月就开始减息 年底会减到4.25 还是 还是联储局 需要再维持一个姿态 表明 利率是不会这么快下降的 要市场去警惕呢 那我就不知道 没有这个水晶球 大家看看有什么意见 觉得它加 还是不加 觉得它的点阵图 会维持利率到年尾 还是 在年中就会开始减息呢 大家可以留意 可以 需要 可以 有什么 这 没有 这 然后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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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